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老河的花友问答 昨天的节目里面我劝北方的花友不用着急 我们要美美的看秋花 那么其实你们大可放心 多伦多地区的天气预报我已经放在手机里面了 我也会随时关注的 但是你们在物资上可能要提前准备 但你只要准备好,不用操作 我们操作什么时候操作 就哪怕等到开始零度的时候 因为月季绣球其实它都能够抵御一定的寒冷 你像以前我在杭州种植 杭州最低温度有好几年都是零下七度吧 可能零下五六度是很正常的 那种情况下是不用做任何保护的 月季绣球是 那么所以说你们北方的话有大可以就是在最低温度 差不多零下的时候我们再来操作 但是等到那个时候呢 我怕大家买材料可能不太买得到了 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材料先备好 那么你们要备什么材料呢 是吧 备那个堆肥 马粉牛粪都可以 是吧 根据你们家有几颗花是吧 你一颗 至少有一包吧 红队炮的那种一包包装的 是吧 甚至一颗要堆上去一包半 是吧 东西先备起来 我怕到时候买不到 然后呢 塑料袋 大的塑料袋 有一种搬家用的那种大塑料袋 是吧 或者就是能买到塑料薄膜农用的那种大的薄膜也行 然后就是麻布是吧 麻布反正你们那边过冬 基本上都大家都是用麻布的 但是你直接只用麻布 其实有些是不行的啊 那么这几样东西 然后绳子 绳子们麻绳 反正其他绳也行 这几样东西先准备好啊 那大家可能脑子灵活的自己知道了 脑子里知道了怎么弄了 接下去就 不知道的到时候我再手把手再教一下 虽然我洛杉矶不用啊 但我可以尽量做到还原示范 到时候再做这一期节目 你们也不用着急的 材料备好了 你就等他到零下再来做这些工作 好吗 然后修剪 然后包上去之前的一些处理 那到时候我都要一起说的 好我们开始吧 快要问答第一个问题 坐标北维州买了一颗龙沙 一个月了 涨了不少 要不要压枝 北维州压什么枝啊 你又不是澳大利亚 北半球的现在都不压枝了 还有个小苗也是一个多月开完花 然后比龙沙慢 你这个苗吗 能长就已经不错了 不是我那个 就是你这个肯定是埋了东西 你这颗苗 龙沙还行啊 然后这颗吗 这颗你 这个页面就看起来 你这个地方浇水怎么样 好不好 反正活了就行 好吗 略微弱一点就弱一点了 你们正常浇水 正常给肥 到了那个冬天 几度 到时候休眠一下 到了那个春天 蓬勃生长 要涨大 没有其他办法了 就是要靠明年春天涨了 你现在就是能涨多少是多少 先涨着吧 哎 着急嘛 买大苗 是吧 你种两年 还不如人家直接买个两年苗 两年以上的苗 不要着急 我们搞原意的 不能急啊 不要拔苗助长 不要乱给肥啊 不要偷偷摸摸 把水肥给加浓了 按我浇的那个浓度去浇 没事的 你当水浇也没事的啊 但是浓度要控制好 好 我们下一个问题 老婆你好 刚订阅你的YouTube 看你的打理的花园 非常羡慕啊 再看看自家的花园 愁啊 帮您看一下 帮您看一下 到底是缺什么 缺水 滴灌的啊 管制滴灌的 你增加浇水 增加三倍 好吗 然后 坐标没说啊 应该是和加州差不多的 嗯 可应该是加州的 有有有多漏在啊 有有那个 加州的应该是 嗯 你这个是鸡马啊 鸡马 然后这张图面 这张图片上看这个 鸡马 鸡马 和日本甲虫可能都有 嗯 这些老叶子是甲虫啃的 然后嫩尖 嫩尖是有这颗到 鸡马不严重啊 然后这颗是缺水缺的啊 前两天太炎热了 太阳晒的 老叶子淘汰了嘛 晒死了嘛 晒浇了嘛 新叶子还活着 说明你浇水呢 没有想象当中的 交的少 但还是不够的啊 然后这个间 哎 这个图很好 可以放大啊 这个间 这个间 这个就是鸡马祸害的啊 然后整体修剪是有问题的 嗯 那么你怎么办呢 你 你去看 反正我先跟你说浇水吧 你浇水就是你滴罐嘛 你这个管子 滴罐的话 你增加三倍 你按原先的量再增加三倍 你调机器太麻烦 你就接个水管来冲 连叶子一起冲 可以中午浇啊 然后你不要去那个晚上浇水 不要去半碗浇水啊 然后地面这种情况 半干不湿的情况 再看一下大家啊 这种情况 如果是中午的时候 这样的地面 你就要浇水了 老老实实浇水啊 中午这种情况 他坚持不到半碗的 你到了半碗再浇不行的啊 然后你半碗再浇呢 又面临了一个病虫害的问题 那么从浇水上你先改变 然后呢 你要用药嘛 你去 你去看一下我原一篇 然后记码 那个搜索出来去看一下 那个药 亚马逊有卖的啊 我看起码有卖的啊 技术不会打你就圆一篇码 就能搜索到的 起码的码 圆一篇码 那个药是 我建议你用缓释型的 就是 就是傻在上面 就行的那种 省力一点 好吧 好下一个问题 我再跟你说一下 你尽可以原一篇或者月记专场 你去看我的老视频 你有什么想需要的 想要看的 你先输原一篇 再输你后面需要的关键字 你都可以去翻出来看 包括广大的其他新来的花友 好 我们洛杉矶的花友啊 告诉我坐标的是另外一位花友了 是新的花苞上是肥害呢 还是肥害呢 你还好你你这个发给我整体啊 如果就这么看呢 有点像鸡马 又有点像是那个就晒伤的 晒焦的啊 就是因为缺水才晒成这样的 那么整体给我看了之后呢 再加上坐标洛杉矶 那我就可以告诉你 放心没问题的 你也不是肥害 是前两天 细温差不多50度的时候 有点灼伤吗 应该是这样啊 为什么我又不判断是鸡马了呢 我是看判断你下面这片叶子 这片叶子啊 如果是鸡马这片也会卷去的 所以而且就一个枝头 基本上是这样吧 其他枝头都还好 全部都是花苞 整体是很健康的 所以没问题 你不用担心任何事情 你保持你现在的那个啊 也不用担心是肥害 也不用担心是肥料多了还是少了 好 我们下一个问题 何老师请问黑色的顶端是鸡马祸害还是盲枝 我们来看看啊 今天问题有点接近 但是又有不一样 大家可以举一反三 我们来看看坐标没说 算了啊 这个也无关坐标 这个是黑了 任间死了 如果有坐标呢 就更好 我更好判断啊 你是不是前两天天气太炎热了 突然之间缺水过 有可能会任间死掉收缩掉的 那么你说大面积的所有的任间 基本上都这样了 然后我又看你这个页面是很见 健康的啊 那么担心是不用担心的 是吧 突然间所有的雅典都死掉 可能是突然间的环境变化 或者是突然间你用过什么药 或者是肥害啊 肥害都不至于这样 如果肥害这样的话 其他页面也会看 也会显现出来 那么我先不管是什么原因吧 我就告诉你怎么处理 是吧 你这个雅典嘛 是吧 收缩了黑了里面 但是其他是好的 你就当他是开了一朵花 怎么样 做一次花后修剪 所有的花包 包括这种 弄 就就弄了那个收缩掉的芒枝 全部这么剪一段 咔嚓 花下一片叶全部整体剪一遍 然后交叉枝修掉 并排枝修掉 好吧 交叉枝并排枝怎么修 粗细两个肯定有粗细的 不可能一模一样的 你就挑细的剪啊 生病严重的你就挑生病严重的 不健康的剪 好吧 然后这样整体修剪完之后 不管你是什么坐标 反正下一波花肯定会有的 好吧 你的页面健康的 浇水各方面应该没问题 然后你没告诉我肥怎么给啊 留言区你跟我交流一下 你肥是怎么给的 好 我们下一个问题 老何您好 我是您的忠实粉丝 老实在夏天就开始给你学一种乐剂了啊 很见成效 幸福的烦恼来了啊 笋层层层的网上冒 结果就一根 像这种状态 是蛮尴尬的 如果有两根 我就完全建议你 我下面啊 清光了 结果你就一根 就一根怎么办呢 下面也没什么花包 你要么修一下 来一波花吧 那么这一根怎么样 因为你这个第二根高的直头在这个位置嘛 是吧 那么你这根笋可以掐个尖 在这个位置掐个尖 然后你下面这批矮的 把那些贴地的全部清掉 这个 这个高度可以保留 它的高度高高度落差相差这么一点问题不大 下面清掉 这是一种方法 然后这个高的降下来一点 低的抬上去一点相当于 两边相接近一点 这样做一个整体修剪 好吗 然后接下去会再开一波花 坐标不知道啊 那我看你比较北面的 看花园样子 还有一种方法是怎么样 就你另外一张图上 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 这个还是这里看吧 这个清晰一点 把所有的下面的全剪掉 然后这个头咔嚓一下 摘上面一点 在这个高度摘差不多 然后这里它自己会分支的 会老化的 整个笋会老化分支出来的 就修成棒棒糖 两个思路啊 那帮帮他你还想他涨高一点呢 你就什么都别管 让他再涨 再涨涨再去咔嚓掉 那么千万不要怎么样 所有大家新手都听一下 千万不要这根损 整根捡到底剪掉啊 那么白涨 明年的花量就靠这些新损的 好 我们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是担心自己家的月季 我自己那个缺元素啊 我元素呢是原一篇1157里面 说了那个补元素的肥 熬合态的所有元素 综合型的 非常好那个肥 我自己也试了有用的 那么你这个缺不缺呢 我看整体状态 我觉得这颗苗是不缺的 因为有些品种本身就这么 有点面黄激瘦的 略微有点缺钙感觉 但缺钙不是说缺元素的问题啊 缺钙是有些很大部分是不吸收 你这个地方阳光不好 他也会缺钙的 好吗 然后你的另外一颗啊 我翻出来看一下 你分了两个有件来 你的另外一颗这个位置的这颗 我倒觉得是缺元素的 因为我从通过叶脉来来判断啊 缺铭呢 叶脉会更深一点 你这个感觉有点缺铁的感觉 但反正不管 反正缺元素就是基本上一个缺 就基本上其他也都会缺的 缺元素你那个肥可以买来用啊 原一篇1157介绍过的那个 反正亚马逊就有 你这个很快的 用上去以后一个礼拜就 每天交一个礼拜就就就 就会好转的 那个非常快效果 嗯 怎么教你就看说明书就行了 好吗 其实多了少了无所谓 那个东西不太会烧描的 无非多了就浪费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华尔文达第二期等一下